勇闯四季城到底有多会玩梗 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在请夏城的时候 西洋洋再次变成了影王攻击大家 夏城主作为尺书人却忘记了进化内容 这让勇者们很头疼 只能带着夏城主躲避攻击 同时帮助他回想起进化舞蹈的内容 勇者们在经过一片仙人掌区的时候 可以看到小洋们的造型发生了变化 分别是藏爱家族 西游记和葫芦娃 懒洋洋扭了几个动作 想要帮助夏城主回一起进化之舞 这不就是网上很火的柴犬舞吗 懒洋洋和美洋洋的舞蹈也很熟悉 你看出来是什么了吗 在风秋成的时候 灰太郎只剩下一颗守护石了 懒洋洋为了帮助灰太郎恢复一颗守护石 用盾牌与富三代换了生命果 回去却发现生命果竟然是坏的 懒洋洋想办法换回盾牌 富三代拿出了各种款式的盾牌 让懒洋洋挑选 最左变得很像美国队长的盾牌 懒洋洋选了一个自己认为最炫酷的盾牌 可效果却没有暖洋洋的盾牌好 于是他又一次找到了富三代 想办法换回了暖洋洋的盾牌 蜥蜴怪是邪恶的怪物 就是他抓走了小鸟精灵 勇者们也被他困住 蜥蜴怪擅长制造屏障 各色地在屏障内外跳动 这致敬了电影九品芝麻关的经典桥段 飞洋洋气得想将蜥蜴怪暴揍一顿 虽然他的结界很坚固 物理攻击根本就打不破 可只要心意怪肚子饿了 就会失去他的超能力 变得脆弱不堪一击 在小羊们全部失去记忆后 四季城的一切被重组 曾经的晶晶公主变成了普通居民 灰太狼将他认错时 晶晶说的那番话很像 一起来看流星语中的台词 不得不说导演真的很会玩 这些梗也能看出来 导演是冲浪达人 在情下城的时候 曼洋洋和喜洋洋一起找懒洋洋 看到一位背影与懒洋洋极其相识的人 曼洋洋冲过去拉住了他 却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懒洋洋 那人回头很愤怒地冲曼洋洋喊道 我勤快得很 在寒冬城遇上了大雪怪 大家联手对付他 失意的喜洋洋拿着宝剑 使用了魔法攻击退退退 这梗也是当年网络热搜 大妈的魔法攻击让人记忆犹新 剧中还有很多片段 仔细看都能够发现很熟悉 是曾经的网络梗 你还知道勇闯四季城中的哪些梗呢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